你怎么就自己跑进来了 回皇上 曹妃娘娘 曹妃娘娘生了 那 是皇子还是公主啊 是皇子 是皇子啊皇上 皇子 太好了 朕终于有皇子了 朕大宋江山 存此 从此又后了 恭喜皇上 可惜皇上 快 快带朕去看看 遵旨 乖乖乖 乖乖 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恭喜皇上喜恶董子 平身 谢谢皇上 皇上 爱妃 爱妃不必多礼 爱妃啊 你刚刚审想皇儿 要多多歇息才是啊 多谢皇上 皇上 您看皇儿 像 真像 像 皇上 您在说什么像啊 爱妃啊 这皇儿 长得太像朕了 皇上 难道皇儿 难道皇儿长得只像皇上 一点都不像臣妾吗 怎么会呢 爱妃 你看 这皇儿 她的 英姬像朕 这眼和嘴巴呢 也像朕 只是 只是这眼眸 和爱妃 如出一辙啊 皇上 臣妾总算不负皇上所爱 为皇上带下容爱 爱妃 朕 又谢谢你 从此 朕的江山 后继有人了 皇上 传旨 朕 朕 既日喜得龙子 朕要摆上宴席 把满朝文物都叫上 同和我大宋江山 从此 后继有人 遵旨 皇儿 皇儿 躺下 好好歇息 朕 娘娘 皇后娘娘 娘娘 曹娘娘她 她孩子掉了 对吧 这 这还有 娘娘 小的刚才打探得知 曹妃娘娘顺利产下了龙子 皇上龙颜大怨 要宴请群臣啊 你说 你说什么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小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那天明明把东西给她了 这 这不该发生的事啊 你 你 你不是保证过不会出差错的吗 娘娘 我的肚子 娘娘 娘娘 我的肚子 娘娘怎么了 娘娘 娘娘流血了 我的肚子 好痛啊 娘娘 娘娘你别吓我啊娘娘 娘娘 娘娘娘 娘娘娘 娘娘 娘娘 娘娘娘 娘娘你们照顾娘娘 你们照顾娘娘 娘娘 我去叫太医啊 我去叫太医啊 娘娘娘娘娘 你挺住啊 太医生就来了 娘娘 住住 娘娘 娘娘 我说你手脚快点 赶紧收拾好东西 关门修铺了 知道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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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娘 您说对面今天关门 怎么关得这么早啊 我早就说过了 他们是斗不过我们的 你看看我们家 天天都是门庭弱势 他们呢 门可罗雀 看他们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过不了多久 他们一定会关门大吉 照您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俩可就惨了 有什么可惨的 您想想看 他们家要是关门了 那所有的客人 不就都来买我们家包子了吗 我们人手这么少 您想累死我呀 这么弄下去的话 那肯定 咱们俩就没有喘气的时间了 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 娘 我有个好主意 你哪有什么好主意 说说看 我可以给您推荐人呢 谁啊 您说 回头他们家店 要是真的倒闭了的话 咱们让草友过来帮忙 您说好不好 原来你在打草友那小子的主意 别怪当娘的打击你 这可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人家可未必想过来帮忙 就算是他不过来的话 我还有一个人选 还有备用呢 说 就是那个 阿兵 阿兵 你说你啊 这个脑子 你连人家底细都没摸清楚 这随随便便让人到我们店里来帮忙 我真是受不了你 你说你那个什么叫阿兵的 他 他到底什么来历 也不知道 这几天连个人眼也不见 依我看 他也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对了 说不定啊 他真是手脚不干净 偷了阴老头什么东西 头之夭夭了 娘 你为什么每次说话都这么难听啊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了 赶紧收拾东西快 娘她每次都这样 说话难听 得理不饶人 搞得人家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没事还戳我头 天天戳我头 难怪我这么傻 都是被她戳过 哎呀 哎呀 这个阿兵他去哪儿呢 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 哎呀 哎呀 我们家现在关门了 要买包子的话明天趁早 哎呦 我都说了嘛明天趁早 你们干嘛 娘 有人非礼我 非礼啊 咱们半夜的干嘛大喊大叫 有人非礼我 谁非礼你 他 曹公 是曹公吗 是曹公 他怎么伤害这样子了 快 快把他扶起来 好吓人 快点 潘太医 这 皇后娘娘怎么样了 皇后娘娘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了 只不过 娘娘腹中的胎儿 已经 已经留掉了 这 我先开几副药给娘娘 先帮娘娘将身体调养好 娘娘 娘娘您醒了 娘娘 娘娘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小伙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本宫 本宫没事 告诉我 本宫复充的皇儿 没事吧 这 这 你们如此尴尬 本宫问你们话 你们为何不答 回娘娘娘 刚才 微臣给娘娘诊断 发现 娘娘腹中的龙子已经 已经留掉了 娘娘 你别提了 娘娘 我的皇 娘娘 我的皇 娘娘 你先躺下 我的皇 娘娘你先躺下 躺下心想 老天爷啊 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啊 那草影 那草影刚生了个皇子 你就把本宫的皇儿 给拿走了 娘娘 请急哀呀 你这个时候 情绪千万不能激动啊 不然会伤着身子的 潘太医 你告诉本宫 本宫腹中的皇儿 怎么会这么 怎么会这么流掉了啊 敢问娘娘 最近 有吃过什么不该吃的 或者 你接触过什么东西没有 本宫 所有的饮食 都是御膳房送来的 再说 本宫由于以来 一直很小心 从来没有碰过 不该碰的东西啊 请问娘娘 可否将那个荷包 让微臣一看呢 娘娘 娘娘 让小子来 让小子来 请问娘娘 这个荷包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荷包 这个荷包 是本宫的娘家人 在寺庙里为本宫求来的 这个荷包 虽然有一股香味 但是里面 隐约透着 麝香的味道 它长久以来 放在娘娘的床头 自然 会引发流产的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 小子最干万死 小子最干万死啊 娘娘 娘娘 潘太医 娘娘 本宫求你一件事 本宫今日流产之事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 潘太医 本宫 本宫求你们 娘娘 放心 微臣绝不会透露半点方舍 本宫在此 戏过 潘太医 微臣不敢 娘娘 这里没有微臣的事了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稍后 先会派人把药单送过来 娘娘 我先告退了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娘娘 娘娘 迎着饶命啊 你真是该死了 小子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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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个没送错吧 小子真的没送错 何报啊 娘娘 小子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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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了我的皇儿 我要你的狗命啊 小子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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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奴才给我占了 娘娘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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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呢 娘娘 娘 小子该死 这个才是赢的呀 娘娘 真不是我送错的呀 娘娘 我的皇儿呀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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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娘 娘娘娘 草英啊 草英 你这个贱人好狠哪